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回顾这个冗长的疾景了 对 时间交流的话的确很近 比赛也正式的在主裁判的哨声之后 拉开了尾幕 这场比赛被人称之为西南德比 贵州茅台在自己的主场 迎来了重庆立番的挑战 这场比赛在第一体育 与大家共享比赛的是网友以及金昌 非常感谢各位通过新浪微博 PPTV体育 网友-EA 以及金昌奥斯卡 发出的直播帖留言 为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场比赛之前 我们看到贵州方面发出的海报 我的西南兄弟 这球要留下一点 让他成熟的痕迹 先看这次 好机会 直接打进脚 正好利用对方左后位 现在因伤缺席的这样一个状况 两个人一包没加住 塞过来 中路有足够队友 倒三脚也没问题 但这要打的我觉得也可以 陈昌元恢复战阵以后 右侧的进攻 应该是要直接打了 挺我想法的 挺贼啊 人墙旁边 反弹球 砸过去 想打一个措手不及 哎 这个时候王东发的也不好 这你怎么能小看 这样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呢 你要知道今天 哇 这球外打正常了 这个解围怎么 直接算是给了吉尿地个机会 吉尿地猛然就没反应过来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啊 前点是怎么过的 对 这个 谁是防守者 这防守者 这个动作也太不规范了 这是怎么 哎呦 前点这一垫 这本来是一个很容易的解围球机会 结果 刘阳的这个动作 留下的影响 好的 先看这次 哎 漂亮 漂亮 再看 再来看 再来看啊 前来这个球简直像个中锋一样 他站的位置 他是站一个前锋 为什么看 王仲塞的 这球上很漂亮 前两年的张承林 对 停下来左脚握 挑球过人 然后左脚 也不相信什么奥托 奥什么托这是 好 我喜欢 哎 别那样啊 吃 这是吃错药了吗 这是 哎呦 这个里也差一点送了 孙维姐 再看啊 这个球门叫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啊 离得这么远 你打又不打得够远啊 孙维姐还干扰了 要不然要底线拖 边线拖 你别往正前方拖 正前方往队里 拿球还可以 反正调整 哎呦 哎呦 朱宝杰 打门 漂亮 相当不易 打的也还很刁 而且有理这下处理分球 包括朱宝杰拿球 都还是比较冷静 朱宝杰必须卖力 这是朱宇 有这样一个边位 边路上下一条一条线通斥 他跟另外一侧的陈昌元 有那种欧式后卫的感觉的 这样的话比赛结束 依靠着陈雷的一个世界波绝杀 绝对世界波 冲击里帆呢 是战胜了 他们的西南德对手贵州人格 陈雷一个绝杀 孙继海最后拼着老命的一击阻挡 立凡也终于拿到了回归中超之后的第一场胜利游戏